因为刚才那个天椒鱼吃的实在是太爽了 所以我对这家店充满了信心 然后又去买了一个这叫蒜香鸡和甜椒鸡 又买了这么一个组合的 然后这个应该是目前吃过的盒饭的图里边是 成盒的图里边是最贵的了 这一盒竟然高达4.5 我靠简直就是天价 然后我们试一下这甜椒这类的就长得一样 辣椒那个豆和洋葱我们就不试吃了 我们来试一下它的鸡 这个鸡一般有点柴 有点柴 这个鸡的感觉不是很好吃 不如之前吃中餐的那个鸡好吃 但刚才那个甜椒鱼确实给力 给力的直接动了一手又买了一个 然后再试一下这边这个蒜香鸡 蒜香鸡这边用的就是鸡胸肉了 这边应该是各种部位都有 这个蒜香鸡就是鸡胸肉了 蒜香味不是很浓 然后鸡肉也有点干了 总之这个感觉这个第二%呀 你要说它难吃那不难吃 这比上次它在它家买的那个 要来的好得多 但你说的好吃呢 我觉得 对比刚才的甜椒鱼啊 这两个明显都要逊色非常多啊 所以说还是那个这里边所有吃的里边 就是最好吃的是 就所有盒饭类的 就最好吃的第一次吃那个牛肉 那个是最好吃的 然后第二好吃的就是甜椒鱼 第三好吃就是吃的那个牛肉和鸡里边的那个 那个还好 然后这个应该算排第四 然后第五是那个羊肉 最难吃的就是上次吃他家的那个 那个血鱼排 那当然在我家边上吃的那个日式的那个 那个最差 那个如果也算上的话就更差 我只是排名是日排 那个Bounder Ejection这一块的这个排名 那这个应该是算是一个中等的吧 那好那就差不多 明天还有机会看到这个 因为我今天出来市区谈事嘛 明天的话还是会 会今天是谈了 反正这两天都是找工作嘛 都是出来要么是跟老板谈 要不是面试嘛 明天是出来是面试 所以我明天还会再来这个位置 明天还能再吃一次啊 看看明天我们再换一个新菜色 我们争取把这两家的所有菜色吃个遍 那好那今天就到这 那么欢迎关注微博搜索 未知小白与我互动 我们一起喝点个 prayer 平凯酱